為什麼我沒有陰道的問題 為什麼給我陰道的藥 殺腦筋了 這時候我們當然就是第一時間會跟他講 因為在我們所有的那個藥帶上面 藥帶上面都有很明確的適應症 所以每個病人一走出去的時候 大概的話他就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會了解 這個是在我們藥師的這一端的話 我們盡量一定要做好把關 也就是說讓所有的病人拿到藥的話 都可以清除 那至於有些精神科的藥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給他改成 那個心神 身心科的 就是說那個 心神愉快的用藥 類似名詞上做適當的調整 現在好不容易要騙大家 結果節目有講講座 也就是那些配酒藥 醫生講過這就是滴了心神科 我看到很多老醫師 老醫師有時候在開藥單的時候 反正那個老護士在旁邊 都是啊 對不對 算我們老一輩的那些醫生 他們不大會用電腦啊 不理人員幫忙去 我看到的時候 他說這要用什麼 那個老護士就是這個幫忙 對… 藥品背不出來 可是他知道他有什麼藥 對啊 藥用法大不同 吃的 擦的 塞的 用錯烏龍 還真不少 婦產科因為有口服藥 也有外陰的抹劑 還有一個叫陰道的塞劑 以前真的常發生 我們婦產科很多陰道研 他會用塞劑 那有的第一次來 有時候我們有時候會問一下 病人有沒有吃過 但有時候真的會漏掉 看起來 有的病人進來看起來像老鳥 應該是常常生病 我們就說就開塞劑給他 結果回去他下次來 我們都會問說 效果好不好反應怎麼樣 他說還不錯啦 其實有比較改善 可是這個藥吃起來刷刷 因為他把塞劑拿來口服藥吃掉 這是真實的喔 塞劑大家不要小看 塞劑其實蠻容易溶解的 而且大家也不要太害怕 但我不鼓勵大家 他的塞劑通常拿來一次 塞劑是塞到陰道裡面 陰道是一種黏膜 所以他對於黏膜的刺激 其實好一點 所以即使你口服藥也勉強還可以 那我這邊順便做一點衛教 我們婦產科還有另外一個 常常出狀況的藥 就是我開的正確 我講的也對 但病人的邏輯錯誤 一個就是最常見的是 我們調經藥 我先講一個簡單概念 如果是吃避孕藥 要看上面的處方說明 有的避孕藥比較低劑量 月薪第一天就要開始吃 有的中劑量大概第五天開始吃 所以要看一下 要跟你一起商量 可是接下來有一個問題 那月薪的第一天怎麼算 我們以前胃膠交得太差 每次我講第一天 很多女生會說乾淨那一天 我就知道她記錯了 我們的月薪的第一天 就是來的第一天算第一天 絕對不是乾淨的第一天 對啊 那如果是 剛好11點59分跨生 想幾點還可以 好煩喔 瓜哥問得很精準 因為有人會說 那我前一兩天 一點點滴滴答答算不算 那我們會問一下 說你以前習慣哪一天算就算 因為正常月薪應該第一天 稍微有點量 第二三天最多 那有人的確前面兩三天比較多 整體來看只要月薪不要超過七天以上 甚至到十天我們都算合理的 所以這是一種 第二個就是你要跟你的醫師問清楚 就是有時候藥物會調整 像我們調經藥也會 你這個月月薪比較不穩定 我可能一天兩顆 可是第二個月來我覺得穩定多 我就會減量 我就改成一天一顆 病人常常跟我們聊天聊得很高興 然後沒問題 回去就沒了 然後下一次 對啊 吃了一個禮拜突然回來說 陳醫師你上次開藥很不錯 怎麼這一次少開 我說怎麼可能少開 我確認一下 欸 有一個改成一天一顆你知道嗎 蛤 我跟甘兵一樣 所以他吃到一半就會 就會不夠 其實像我之前 剛才不是在講藥膏的問題嗎 有個病人他就是 一個傷口在手上 他就擦那個藥膏 因為很多人很奇怪 你知道嗎 其實那個藥膏真的不用擦袋 可是很多人喜歡擦超厚的 他們都認為說 藥膏抹越多越好 其實根本沒有用 那只是殺菌的藥膏 對啊 尤其年紀大老人 對 他都抹超厚的 而且事實上你只要抹 那個有傷口的地方 你抹到旁邊去幹嘛 結果他病人一來來的時候 旁邊都起藥物疹 因為他對那個藥物有點過敏 都很紅 我就跟阿伯講說 阿伯你那個 這是藥物疹的 那個藥物 第一個不要抹太厚 第二個你只要抹傷口 那個中間就好 你幫我不要抹到 不過你現在很嚴重 我給你另外一種藥膏 你就抹那個藥物疹的地方 然後中間的地方 繼續抹原來的藥膏 但是不要抹太厚 這樣就好了 結果隔一半回來 更嚴重 藥物疹越來越厚 為什麼 我才問他說你怎麼弄 他聽錯 他就想說 他現在來找我了 我應該是改變治療方式的 所以他把那個抹 抹藥物疹的 那個類骨醇的藥膏 去抹傷口 他把那個原來的藥膏 抹外面 就更慘 那個原來過敏的地方 還是在過敏 那中間那個地方 傷口本來就已經很髒了 他又抹肋骨醇 更慘 皮膚科也常常有 擦錯藥的問題 因為其實中文 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就是大家皮膚病 都很喜歡取一個字 叫做 當然你會看牛皮癬 前臂癬 其實這兩個 如果嚴格的來說 這個叫濕疹 他要用肋骨醇治療 但是你聽到 足癬 就是香港腳 或者是屁股溝那邊 骨癬 那這個其實是屬於 黴菌類 其實他要用抗黴菌的藥膏 去做治療 其實藥擦錯會更 對 像我之前有一個 60幾歲阿嬤 他就是懶 他本來是屁股癢 那所以他去 藥房 就說 我髒險了 然後就拿了一條 牛皮癬的藥膏 其實是濕疹藥膏 那你如果是黴菌的狀況 你擦到 肋骨醇的藥膏 那個黴菌就會越長越多 因為 對 那個免疫力下降 你壓不住 所以等到他來皮膚科的時候 我們看到是 整個 整個上背 整個大腿的後面 大腿的前面 你擦到哪裡 沒聽就講到哪裡 骨血它很癢 它就一直抓 可是很多人它就會說 因為癢 它就擦 比如說你之前有過敏 醫生給你那個藥膏 都會拿來擦骨血 越擦越慘 對 我發現 血藥不是都一樣的嗎 沒有 骨血 骨血是香港腳 可是 這個字就算是翻譯的 不好 可是大家拿回來 都認為是 對 都會一樣 比如說擦香港腳的 他也拿來擦海邊的 沒有 他好像是 只要是癢 都拿來擦同一個藥膏 對 因為它是皮膚藥膏 香港腳拿來擦海邊 還真的擦隊 因為這個真的是補錢 這真的也是梅菌桿 所以皮膚會長香港腳 不 梅菌 梅菌桿 腳不會長這邊 因為潮濕的關係 我姥姥就是這樣子 就是家裡很多這種 就是你說這種擦 像我們是當兵的時候 然後回到部隊裡面 然後去部隊裡面 結果搞醫生 就是全部都是香港腳 然後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以前是住的是眷村 那姥姥就是會從 她的袋子 塑膠袋 拿一整袋 對 一整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姥姥會去 以前去工手 會給一些什麼藥啊 什麼藥膏 什麼藥可以去領的 她也是沒生病 沒什麼 她就把所有藥膏 全部領回來 因為她覺得 反正下次可以用得到 就是以備不時之需 對 以前小時候不是有給那個 那個 不是晚上 就是那個叫肥腸啊 就是會有 肥蟲的藥 它甜甜的 三角形的那個有沒有 對 姥姥給拿一堆回來 放在家裡面 然後發個沒一個人吃 嗯 就是沒一個人吃 所以那時候回來 就像發現她 她可能 怎麼可以去拿到這麼多藥 她就是 只要去工手 給了所有的藥 她都拿回來 她拿回來之後 就像你說香港的藥 她就拿那個 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是可以 可以擦 就還真的有效 幾乎都亂擦啦 亂擦 其實我們常常遇到 門診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 她拿一堆的藥帶出來 然後跟你說 醫生我這個 長了這個之後呢 我前三天擦這一條 後來我覺得沒效 我又把它換成這一條 幾乎都這樣 然後再來 她又換這一條 其實到後來 我們都搞不清楚 她到底是藥物整 所以藥膏其實 開封一個月就不要用 是喔 對 開封一個月 包包裡面那個 你說那個紅梅素 金梅素開了就不能用嗎 如果你拿來擦皮膚 可能相對沒那麼嚴重 她那個可以擦顯嗎 擦顯可能還好 當然你就是不要 不行 藥膏使用有一個藥訣 就是你在用的時候 不要直接去 觸碰你要擦的地方 可以用棉花棒 一定感染 所以你最好把它用棉花棒 那也是一樣 那眼藥膏也吃 就是你擦一擦 一顆米粒大小就好 所以你有可能 比如擦顯這樣 用手這樣擦擦 擦別的 會從這裡傳到什麼 會 會 會 事實上有些藥物本身就是說 不建議放冰箱 那有時候像我們感冒的時候 我們都會開一些 那個裸定的就是咳嗽藥 那咳嗽藥的話 有些病人就是說 欸 我好像不咳嗽了 然後開五天的藥 我吃三天好了 剩下兩天他都放著 那有時候病人就會說 欸 等我下次的時候 感冒的時候我再用 那等到他下次用的時候 他吃完之後 因為裸定 放在冰箱裡面 會吸水 長霉了 可是很多人把藥都放冰箱對不對 對啊 建議 電眼藥的眼藥水啊 林德龍那些 可是那個 需要冷藏的上面會標示 需要冷藏的 因為告訴你 現在目前所有的藥 只要放在陰暗地方就可以了 除非上面有特別強調說 一定要是冰箱的 打insulin的那種增劑 一定要放冰箱以外 其他會打到什麼需要 那他那一顆黃色的錠上面 就一顆一顆黑點嘛 我們一看到 我們就知道說 長霉了 所以事實上 並不是說藥不會長霉 藥還是會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在吃藥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 就像說這一瓶 就是NTG舌下錠 前陣子我們寶島歌王 郭先生 對 不幸的走了 那之後大家很緊張對不對 真的 去搶購這一瓶 那事實上這一瓶不能亂吃 對 這一瓶不能亂吃 一般我們在教導 衛教的時候 是吃第一顆完之後 要休息五分鐘 再吃第二顆 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 再吃第二顆對不對 那再休息五分鐘的時候 準備吃第三顆的時候 你就要送醫 所以我們會跟他講 最多不要超過三顆 那個是什麼 舌下錠 心臟等色在吃的 是救命單 救命單 俗稱為救心 救心 NTG 那有一個新聞上面 就有一個說 最多不能吃三顆對不對 我現在心臟好痛 一次吃三顆 馬上送醫 究竟還有哪些 用錯藥的案例呢 你不可不知的內容 千萬別錯過